B型肝炎对于亚裔的健康影响重大 为了提高民众对于B型肝炎的重视 今天有多个关注组织和个人 在旧金山市府前集会 呼吁卫生当局扩大相关服务 旧金山市议员一江丽 也提案将5月定为旧金山肝炎宣传院 古林家的报道 B型肝炎是亚裔常见的疾病 为了让外界提高对B型肝炎的意识 包括加州以及阿拉米达县卫生官员 东华医院以及肝炎关注组织和个人等 今天在旧金山市府前集会 有B型肝炎代言者现身说法 他说两年前才敢公开自己的情况 我又知道社区的人有误解 所以意思下我不 就是 未可以觉得将自己这样的故事讲出来 有那些误解 譬如我现在和你站在这里 或者说会不会传染呢 是不是好像COVID那样 实在不是 但是有些人会以为 或者和握手一起吃饭 或者用我煮的东西 那些东西在唐人那里 他们以为那些是不同的途径可以传染 实在虽然不是 但是有些人依然有少少怕 根据主办单位提供的数据 在美国的亚裔 20年前每10人当中就有一人患有B型肝炎 现在则是每12人当中有一人患有B型肝炎 患病率有所改善 卫生官员表示 B型肝炎传播途径是接触感染 而生育过程由母亲传染给婴儿最为常见 Contact can be in a household where you may get exposed to blood it could be from sexual contact we also know that a mother can pass it on to her child when the child is born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where a lot of the chronic hepatitis B comes from when a child is born from a mom who has hepatitis B they have a 90% chance of developing chronic hepatitis however as an adult if you have not been exposed the chance of getting hepatitis B is lower because we have such an effective vaccine the number of chronic hepatitis from young children and at birth has gone down dramatically 代表旧金山日落区的市议员 殷嘉丽 Joe Ingardio 前男友Mark Lim也是因为B型肝炎去世 林嘉丽今天也向市议会提案 建议将5月定为旧金山肝炎宣传月 让更多人重视B型肝炎的检测和治疗 东淮医院行政总裁张建青也出席集会发言 他强调早期发现是最重要的 B型肝炎影响中国人特别多 所以我们唐人要注意早期发现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没做过检查的话 就要尽快去抽血检查 很简单的 抽血检查就会检查出来 你有没有B型肝炎 如果有的话 接着就要进一步去做检查 要做超音波 要抽血 看看你的肝脏 有没有受到炎肝脏功能 有没有受影响 接着需不需要治疗 尽管许多慢性肝炎 不一定能根治 但是是可以控制的 至于B型肝炎有哪些症状呢 而如果抽血检查是阴性 那么就要接种B型肝炎疫苗来预防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